大部分的肠胃问题也是由于 有益菌的数量减少 肠道菌群失衡而引发的 为什么肠胃不好 需要补充益生菌呢 在我们人体肠道内 寄生着百万亿个细菌 它们能影响体重 还有消化能力 抵御感染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病风险 还能够控制人体对癌症治疗药物的反应 比如化疗药 这些数量庞大的细菌 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有益菌有害菌中性菌 首先我们来看有益菌 有益菌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益生菌 主要包括呢 酪酸缩菌 凝结亚宝杆菌 乳杆菌 双齐杆菌等等 是人体健康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它那样可以合成多种维生素 参与我们食物的消化 促进肠道蠕动 抑制有害菌群的生长 分解有毒有害的物质 再来看 有害菌 有害菌数量一旦失控 大量的生长和繁殖呢 就会引发多种的疾病 产生的致癌物质等等 这些有害的物质 或者影响免疫系统的功能 最后来看中性菌 它具有双重作用的细菌 比如 大肠杆菌 肠球菌等等 在正常情况下呢 它就健康有益 但一旦增值失控或者从肠道转移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比如进入腹腔就可能引发许多其他的问题 人体的健康与肠带的菌群结构呢 息息相关 人体在正常情况下 菌群结构相对稳定 表现为不治病 也就是健康的状况 有研究指出呢 体部强健的人 他肠道内的有益菌的比例 甚至可以高达70%以上 而普通人则是25%左右 便秘人群呢 少至15% 而癌症患者 肠道内一生菌的比例 低到不足 10% 可见呢 有益菌在体内数量 它可以反映人体的健康情况 大部分的肠位问题 也是由于啊 有益菌的数量减少 肠道菌群失衡 而引发的 普通肠道一生菌 可以有效地改善 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衡 而维护肠道的健康 就是保证身体的健康